韓國超航天團 Blackpink靠著精湛舞蹈 加上舞臺魅力 擄獲大批歌迷的心 週末他們將在高雄舉辦演唱會 不過卻有人四處販售票券片錢 臉書po出網路對話截圖 同批對方根本就是有備而來 尤其男子不僅透過話術 讓人卸下心防 接著又傳送購票證明取信被害人 最後得手將近二十萬後 就開始推脫 為了跟網友買Blackpink門票遭到詐騙 不只有她 有兩名女大生也在網路爆料 去年十一月十四號在轉售平台上 和心愛由網路行銷工作室 透過LINE購買搖滾區門票 並且談好先付訂金一萬多元 沒想到今年三月要取票時 才發現賣家已經退出群組 完全聯繫不上 心愛由網路行銷工作室得知消息急忙發出聲明 表示名稱被盜用完全不知情 警方借貨報案也介入調查 因為網路上購買演唱會門票遭葬 目前已完成受理積極偵辦中 Blackpink來台刮起旋風 沒想到變成詐騙分子行騙手段 警方後續將循著IP追蹤 要把鍵盤背後的嫌犯給揪出來 今天我也連網中均查不到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